关于论文风波 昨天林志坚控告台北市议员王洪威加重诽谤罪 在今天王洪威也到了台北地检署 反告林志坚诬告还有涉嫌贪污治罪条例 竊占用剽窃国家财产 昨天林志坚他委任律师告我加重诽谤 那么林志坚而且他回避问题说 他从此不再回应他有关于抄袭论文 这些相关的质疑 所以我今天来到我们地检署 主要是要回应林志坚 他告我加重诽谤 我要告他误告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昨天竹科管理局针对中华大学标案 竹科管理局的契约已经曝光 真相大白 那么竹科管理局跟中华大学之间的就是那个标案 其实非常的清楚 相关的著作材产权跟著作人格权 都是属于竹科管理局 但是林志坚的论文 却是完全抄袭这一份就是竹科管理局拥有著作财产权的报告 所以我今天不但要控告林志坚对王洪威的诬告 而且我今天也要告林志坚 还有包括中华大学参与这份研究的老师 以及林志坚的指导老师 违反著作权法 竹科管理局昨天终于打破承诺 也就是这份契约书明明白白的告诉这个标案 也就是他的智慧财产权是属于竹科工业园区的 竹科管理局的 那怎么会一个属于国家财产的一个期末报告 让林志坚他的抄袭可以达到94.1% 然后他的中华大学的老师竟然还出声明说 这是合情合理 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所以我今天通告的不是只有林志坚 包含中华大学这些帮林志坚涉嫌护航的这些老师 不能是国家出钱 然后林志坚占用剽窃 我们知道在这份报告里面有一个民调 那我这是只是指出一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民调要不要花钱 民调当然要花钱 我想请问一下 在竹科这个报告里面 这个民调谁花钱 就是竹科工业管理局花钱啊 这个标案不是45万吗 当然包含这份民调 请问一下林志坚你的论文 引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民调 请问林志坚你有花钱吗 这份民调不是国家在花钱吗 然后林志坚大用特用 大言不惨 说他什么共同参与研究 可是现在证明 报告里面相关的这些资料 包含这份民调 他的权力全部都属于国家的 请问一下林志坚你有花钱吗 我在这边也要请问林志坚 当你几乎全抄这份报告的时候 你有取得竹科管理局的授权吗 你如果没有取得竹科管理局的授权 你如何可以使用里面的资料 包括民调呢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求林志坚不要再回避 林志坚真的不能再回避了 他面对自己中华大学 以及台大硕士论文的争议 林志坚在今天受访时说这是国民党用泼脏水的方式 抹黑选战的主轴跟基调 他觉得相当的遗憾 还说国民党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对于论文的部分 我在前天做了说明 那我也再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在第一时间 学校的老师已经证实 我参与这个计划 和老师共同来做这一个研究 那么我论文口试的时间在6月26号 那大家有这个经验都了解 如果要6月26号口试 论文要口试 那我一定要先约这个口试委员 所以我在5月份就完成了这一份的论文 那在前天的记者会上 我也将时间序已经提供给媒体朋友 那这一份科管局的这个报告 委托报告 它是在7月份 7月份完成 我在前天的记者会 已经把这件事情 说明的相当清楚 那昨天我也委请律师 到地检正式的按铃提告 捍卫我自己的清白 那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 用这样泼脏水的方式 作为其手势 用抹黑作为他们选战的主轴跟基调 我觉得相当的遗憾 新竹市长林志坚的中华大学硕士论文遭报 是抄袭竹科管理局委外研究的报告 当时的研究案主持人王明朗声称 林志坚他是有参与 所以硕士论文的使用是合情合理 但是立法院国民党团取得了当初研究 合约书就比对之后发现这里头 竹科是拥有研究报告 百分之百的著作权 批林志坚根本就是 侵犯了竹科的制产权 根据了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的规定 如果林志坚他不是论文的剽欠 那么就是中华大学教授 诈欺取材了 看到立委李一华他就说了 竹科管理局现在还在等什么 还不敢会对林志坚及涉案的教授 来提告吗 而且要请校方赶快的提出说明 确定是不是有人涉案 侵犯智慧财产权权 另外议员王鸿威 今天早上也去案例控告 他说这个同时他也告发了林志坚 涉嫌侵占竹科管理局的制作权 除此之外 林志坚的指导教授 也就是国安局长陈明通 他也受到了质疑 因为国民党青年部前主任陈冠安 他就统计了资料发现 陈明通他总共是指导了 173份的朔博士论文 那么其中不乏一些绿营的政要 但是就只有五位是开放的 电子的全文 这占比只有百分之二而已 是怕人家看吗 他所指导的这些学生当中 包含哪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 包含有郑文燦 潘孟安 高嘉宇邱志为郭国文 但是都没有开放电子党全文 所以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政大法学院副教授廖元豪就说了 其实整个事件最终 还是要回归学术自律 毕竟不开放电子阅览的比例太多了 也不太符合常理 另外还有就是台大政政系副教授 彭景彭他也表示 他说学位论文在欧美地方 都是尽量倾向于开放的 为什么不公开 要问作者跟指导教授了 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论文风波 也烧出了一连串 那么指导教授陈明通逃离满天下 上到首长级的郑文燦 潘孟安 林志坚 还有像是立委高嘉宇 这些省发会郭国文 都是他的学生 学界表示说政治人物的硕博士论文 遭到抄袭 这揭开了我国的回流教育的真相 他合约的内容 载明了 就是这个使用权 他是在足科里面的 没有人可以去使用这一份报告 也就是说 就算你是研究的主持人 你是整个研究里面 最重要的那一个人 你最后要使用这份报告 你也是不行 因为这份报告 他的权力 他的使用权就是在足科那一边 也就是说林志坚 他只是一个参与者而已 他还不是主持人 那他为什么可以使用报告 既然他就是抄袭 那林志坚有针对这部分讲清楚吗 也没有 好那再来看到陈明通 陈明通这个人问题也非常非常的大 不要说他教的学生 好像都是绿营高官 我们就来说 这些绿营高官 到底敢不敢把他们的论文 摊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陈明通他的学生有像高嘉宇 还有非常多的绿营高官 像陈菊啊等等这一些人 审发会啊等等的 结果我们一去查才发现 只有五个人 五个人才敢把他的论文 摊开在电子网站上面 给大家去查 为什么呢 从林志坚这件事情 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好了 林志坚他显然是有抄袭 可是如果真的最后 他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去抄的话呢 那陈明通问题就很大了 为什么两份报告 这一个老师 他可以认同两份报告 他的相似度这么这么的高 那现在林志坚 他就是有道德加持 他就是不管法律 为什么林志坚敢这么做 就是证明一件事 反正党跟学校都是我的人 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 新竹市长林志坚 遭到质疑在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 跟2008年逐科管理局 委托中华大学的研究案 内容高度的相似 疑似是涉嫌了论文抄袭 国民党团在今天上午召开的记者会 立委赖事保称 剽窃之会财产权莫获于此 质疑逐科管理局 以施待变 护航林志坚 应该之间要对林志坚 提告才对 这个研究计划的结果 这个再清楚不够的事实 结果我们看到 逐科现在是怎么样 以头代变 护航林志坚 他说他要去文中华大学 这什么跟什么 他应该直接对林志坚提告 这么清楚不够的事实 他直接提告 今天想一想各位 今天讲的不是林志坚 就是李志坚 他早就提告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 网站上投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